2024 11月 美国要选总统 而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辩论会在下个星期登场 两党候选人 前后任总统川普和拜登的阵营 开始在辩论前为选情做一个最后冲刺 拜登在加州举办名人募款会 联手前总统欧巴马 还有很多好莱坞明星 破纪录募到了3000万美金 不过呢 右翼媒体是拿拜登下台前 在台上停留做文章 直指说拜登僵住 需要欧巴马掺他下台 另外呢 他们也刻意剪接G7峰会上的片段 说拜登有如失智症的情况 在G7上游走 白宫对于右翼团体做的这些影片痛斥 是恶意制作的廉价造假影片 HAPPY BIRTHDAY DEAR YOU 美国前总统川普14号在佛罗里达州官渡他78岁生日 他趁机大谈减税和移民的危险 显然不太想大家想起年龄这个数字 这天提醒了美国选民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 是史上年纪最大 81岁的总统拜登在社群上 祝小他三岁的川普生日快乐 强调年龄只是数字 但选举是选择 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两位候选人都太老 但川普的支持者显然对他比较有信心 尽管两人只差三岁 但川普阵营喜欢拿拜登年龄做文章 上周六拜登阵营在洛杉矶举行名人募款会 会上众星云集 包括前总统欧巴马 好莱坞隐星乔治库隆尼 朱利亚罗伯兹等人 破记录募得三千万美元 相当台币九亿七千万 拜登警告川普二任 恐让已失衡的最高法院更加乱了套 到六月底前拜登阵营将斥资五千万美元 打广告职工川普被定三十四项重罪 不过这几天保守右翼媒体则疯传这段募款会最后的片段 拜登欧巴马和主持人吉米金摩在台上接受群众关呼 之后欧巴马拉了拜登一下 两人随即往后台走 有一媒体称拜登将在台上 需要欧巴马带他下台 欧巴马资深顾问po文反击 只根本没有这回事 吉米金摩发言人也说 拜登只是停下来 试图听前排的人对他喊话 白宫发言人痛斥这是恶意制作的廉价假影片 但这还不是唯一 上周G7七大工业国领袖在意大利举行峰会 意大利散兵带着国旗进行跳伞表演 之后领袖们等着拍大合照 这个时候拜登一人往旁边走 又一媒体称 有如失智症患者徘徊游走 但事实是把镜头拉远 拜登是去跟刚落地的散兵致意比赞 在选情紧绷下 对密西根州这群妇女来说 她们最重要的使命 就是确保这个摇摆州今年宝兰 这些进步革新派的妇女 关注从医疗到社会平等等女性相关议题 要用行动力挺民主党总统拜登 再过九天 拜川第一场总统大选辩论就要登场 主办的CNN宣布 在亚特兰大举行的90分钟辩论 不得使用道具 现场也不会有观众 除了轮到发言外 麦克风将全程禁音 据了解 川普已找上他2016年 互骂的党内初选对手 佛州参议员卢比欧 来帮他准备这场辩论 不过当年卢比欧在辩论会上 表现并不好 在新罕部下周辩论后三天 在新州初选惨跌到第五名 大输川普25个百分点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